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我们惨到他飞天了 该骂的我们就要骂 所以他这一个在地方政府所推出的政令推出了之后 导致这些投注战全部关门大吉 然后Magnum跟这个多多他们就合作 万能跟多多菠菜合作一起把这件事情带到几大洲的高等法庭 high court那边挑战政府的禁令 说政府这个禁令是违反宪法的 成绩刚刚出来 6月尾的时候其实为什么会拖到现在7月10号 7月9号昨天新闻才出来 因为Magnum跟多多联合发布了这个文告 把这个案件分享给大家 我们才会知道 不然媒体没有去挖新闻 其实我们不会知道 全国现在大大小小的案件都在跑 所以没有媒体去挖 没有政治人物去挖 我们就只能期盼这些人给我们知道 所以Magnum跟多多他们有公布出来 当然也因为他们是胜利的一方 如果他们输 可能这个案件就烟埋在下面了 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有报告给我们知道 也是为什么会辞了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 大家才知道这个判决的原因 虽然大家都很高兴 但其实我讲很多人是不知道 所谓的违宪是违反哪一条宪法 有人懂吗 懂的可以写在下面 但是我敢说80%的以上是不知道的了 所以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来分享法律 不过在那之前 我要跟大家讲不要高兴的太早了 因为这个是宪法条文 宪法条文的案件 其实一般上一定会上诉到联邦法院 联邦法院是宪法条文的最终裁决者 甚至我们的宪法里面有讲 可以诠释宪法的法庭 就是联邦法院而已 所以如果是宪法问题 一般上都是直接提交给联邦法院 但在这个案件没有了 可能他们不是直接诠释宪法 他们只是讲你是违宪 他们有涉及权势宪法的条文 但是他的判决当然也会某种程度上是权势宪法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没有直接去联邦法院的原因 首先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他必然会有上诉 一定会打到联邦法院 那现在只是初步胜利 其实不值得高兴 而且不要期盼这个判决出来了之后 马上再击打就可以看到投注站了 然后吉兰丹州 邓家柔州没有投注站的 他们也可以按照这个判决去申请了 没有因为还只是在法庭 而且因为有上诉会有禁制令 会有stay 而且他们也已经申请也已经上诉了 在6月尾的时候就已经上诉了 所以这个还是没有定案的 我分享几个判例给大家了 这个CITOS的案件当时也是引起沸沸扬扬 因为CITOS是一个报告的组织 大家的credit information 他可以收集 然后做一个report 可以给这些商家 可以给这些银行来参考 所以就有商人来提告说 你里面是诽谤的 在高庭 这个商人赢了 CITOS输 然后CITOS上诉 这个案件当时很轰动 因为CITOS如果没有这个权利 不止CITOS 其实在市面上还有很多 这些credit information的company 他们全部都不能够去做这个report 因为我的credit 这个reliance reliable的程度不好 我的信用程度不好 你在你的report里面写明 然后我有损失 我可以告你 那谁还敢做这个report 像RAM 像一个RAM RAM 他的全名是什么 我不记得 他跟CITOS是一样的 有很多市面上这样子的组织 只是CITOS是最大的 而且他也是最早通过satatory 通过法律来成立的 所以你看高庭虽然判他们输 可是上诉庭推翻了 这个也是刚刚的新闻 7月9号 所以我顺便分享给大家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高庭判赢 上诉庭判输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高兴到太早了 包括审可庭的案件也是如此 一开始赢 上诉的时候又输掉 但我们今天讲的是民事案 不是刑事案 所以我没有去找这一个刑事案的判决 其实刑事案更多 像巫统这些 登国安安这些政治人物 其实都是在高庭输了 然后上诉庭就释放他们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新闻 但今天是民事 我就用民事的 这一个也是 Claire他给登加楼的苏丹后 苏丹的太太来提高 在上诉庭Claire是赢的 然后在高庭 这个Claire是赢的 Claire就是Sarawad Report 我们马来西亚人 全部人要感激Claire 因为没有他没有他去揭发1MDB这件事情 至少会延后三五年 如果他延后三五年 那就不会有2018年的改造换态了 所以我们大家都欠Sarawad Report 他一开始是揭发Daiib的 所以他是Sarawad Report Daiib也已经走了 后来他所有马来西亚的弊端他都去揭发了 所以他真的他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恩人 但是他在揭发1MDB这个事情的时候 里面有提到登加楼州 很多人不知道 如果你有看我们之前讲的 Andy Wolf with Justice 那本书 讲1MDB的书很多了 我大概看了五六本官员1MDB的书 如果你了解1MDB这件事情 或是有看这些书的话 其实1MDB一开始是登加楼州的筹资机构 纳吉是借这个壳改头画面 成立完YMDB的公司 知道这一个事情了 独有发一不知道发二 我看有多少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才牵扯到登加楼州的苏丹 苏丹后 所以Claire他在写新闻的时候 有贬低到苏丹后了 给苏丹后提高 然后这个案件Claire在高庭 好像是strike out还是什么了 他赢了出乎意料 老实讲真的是出乎意料 结果上诉庭推翻了高庭的判决 在这边顺便分享给大家 顺便分享给大家 无论如何 这个是民事案 Claire好像也有众筹 我记得去年 去年还是前年 有众筹我也有捐了一点意思 因为讲真的 在这件事情上 他有没有诽谤登加楼苏丹后 我不评论 因为我真的没有去研究这个案件 可是无论他有没有诽谤 登加楼州的苏丹后 因为其实诽谤 他是一个民事 你只要证明到51% 就算是诽谤了 所以他有没有诽谤 我们不去评论 但是他绝对是马来西亚的大人 包括揭发了 很多很多的丑闻 为什么我要举例给大家说 很多案件 高庭营上诉庭就会推翻 我特别去找这个案件出来 这个是2023年12月12号 大家看 我特地去找的 这是顺便通过这个机会 分享Claire给大家 分享Sarawatt Report给大家 所以谢谢Claire 所以大家不要高兴的太早 这是第一点我要分享的 高庭判赢 上诉庭 很大可能会推翻 很多案子都是这样 其实我追踪很多案子都是如此 当然也不是全部 当然也不是全部 所以每一次的审讯 都是从头开始 你高庭的胜利 真的不代表什么 除非没有上诉 但是吉他州州政府 已经上诉了 所以这个幻想 我们是没有了 要交由上诉庭三位大法官来审判 很多独有发二 很多独有不知道 所以这第一点分享完了 我现在要进入法律了 大家准备上课 我们来一个法律奖 就是讲高庭判禁赌令违宪 是违反什么宪法条文 什么原因判他违宪 其实我拿我截图给大家了 违反的就是Article第74 其实74它是讲 州政府可以根据州政府的权利 来做法律 那州政府的权利是什么 就是有State list 在The first or third list set up in the ninth schedule 就是Federal list 我们之前有讲解过 有联邦列表跟州属列表 在这个列表里面 已经阐明什么是联邦的权限 什么是州的权限 我们之前讲反跳槽法的时候 有讲到了 所以宪法已经清楚阐明了 就是在我们所说的 Federal list还是State list 所以其实它是根据这一条条文 说有重叠的成分在 就是州属的权限跟联邦的权限 有重叠的成分 既然有重叠 联邦应该是优先 所以州政府不可以自己制定 这一个禁赌令 所以宣判州的禁赌令是无效的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 这个联邦列表跟州属列表 就是下一个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州属列表 讲州政府的权利 其他的我们不看 州政府有很多权利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这个State list 我只是专门进入这第四条 也就是法官判决的 依据第四条 就是赋予地方政府权限 你可以看到 Local government outside the Federal territories of Kwara Lumpur, Labuan and Putrajaya Including 他就是讲 州属的权限是地方政府 这个地方政府是不包括联邦直辖区的 不包括吉隆坡 不包括拉米 不包括 Putrajaya 所以地方政府的权限就是市议会 县议会是州政府的权利 他们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 包括以下三点 所以A就是地方行政 Local administration, Municipal,市政 然后town and ruler 这些城乡发展 然后第二是关于维持地方上的 这些稳定啊 不要吵杂 不要有这种垃圾啊 阻挡这些 然后第四是repeal了 就是取消了 所以他的权利是如此 所以州政府确实在市政方面 他们有这个权利 所以州政府 他这个corporation 市政 你要这个经营执照 你要做生意的执照 你是州政府的权利 他要不要给你执照是他的权利 所以法官跟你讲 州政府是对的 他有权利可以这样子做 下一条我们就进入联邦的权利 这个联邦的权利 你看联邦的权利是什么 Civil and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就是这些民事跟刑事法 还有关于公正的行使权 什么是公正 什么是公平 什么是法律程序 这些是联邦政府的权利 你州政府是不可以制定相关法律的 然后ABCD 我就不一个一个进去 大家进入最底下L的那一边 大家可以看到 赌博博彩联邦的权限 清清楚楚 产名在那边 所以你看联邦有权利 因为这个是涉及赌博跟博彩 州也有权利 因为它涉及市政 所以法官 高庭法官就跟你说 现在有重叠的情况 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 有重叠的情况 所以联邦是大过stack的 所以在这个课题之上 你州政府是没有权限 这个是一个landmark 我们讲是具有指标意义的判决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 它背后的法律依据了 这是一个指标意义的判决 因为如果这个判决没有被推翻 上诉庭没有推翻 法院联邦法院没有推翻 那以后州政府没有权限可以关了 所以你不用怕巴汉换政府了 回教党做政府 云顶 我不会很会讲 大家不要笑我 稳稳吃米粉 因为不是你的权限 你不能够撤销我的营运指导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判决 高庭法官做了这个判决 我们希望这个判决可以延续下去了 让这个权力不要去到州政府的手中 当然你到联邦政府的手中 不代表云顶不会被关 不代表Toto Magnum不会被关 因为联邦政府也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对不对 这个联邦政府会不会做 不知道他越来越保守 回教党上来也有可能会做 他会不会做 我们不知道 所以一样有这个权限 但是你拿给州属的 州属要行驶起来 肯定是更容易一些 所以让他更有难度来行驶 这一点倒是 也希望这一个判决 有一个好结果 在上诉庭 在联邦法院 所以这个是背后的法律遗迹 如果他确立了这一个判决 那所有的州属 只要联邦政府没有禁止 都可以开这一个魔彩的生意了 或者是如果联邦有发赌牌 现在我们只有一张赌牌在云顶 比如发第二张赌牌在兰卡维 州政府不能说 发贷就后 就后不能说不给 当然不会有第二张赌牌 我们之前也分享过这个课题 当闹得沸沸扬扬 说Forest City那边要开赌场的时候 我就讲过不会开的 结果也是又说中 大家全部出来否认 讲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么回事 还要去抓那个报纸的记者 外国这个Brompert的记者 所以这个是这一个判决背后的法律 以及那最后我们再讲一讲政治上 其实这个课题民政党 我给大家看新闻 很快就有做出回应 吴洞强就是兵州主席 有人叫他冬洞强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他 老实讲 因为他讲话有一点像Rafizzi这样子的 我不认识他 我是通过报章来了解他的 但是我从报章上看 我不是很喜欢他的star 当然他也没有赢过 但是有没有赢过不是重点 不应该没有赢过 我们就去取消这些政治人物 我们要就事论事 不要去针对他的出身 去针对他的身份 所以我是有一所以一 我也不要隐藏我的情感 我不喜欢他 我就说不喜欢 但是我是不认识他 我没有见过他 可能我见过了会对他改观也不一定 吴洞强这件事情上他就做得很对 马上站出来 但这件事情一发生 你看7月9号 昨天 这个新闻就是昨晚 昨天很迟的时候才出来 很多独友就现来 很高兴 我说红律师你一定要讲这个case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会讲的原因就是如此 那吴洞强很快就跳出来 促请击打州政府尊重判决 这个绝对是对的 其实州政府不上诉 那就没有事情了 这一个案件就是landmark 以后其他的高庭就要考虑这一个案件了 当然除非他们有带到 不然你是不能推翻这一个判决的 因为我们是stereo decisis 就是每一个法庭的判决都是有指标意义 你必须要服从不只是参考 你是要服从低等法庭 一定要服从高等法庭的判决 更高一层法庭的判决 所以浮动墙很快就出来了 但是民政党没有力 所以击打州政府肯定也不会理民政党 肯定也不会理 他们也早早在这个事情浮出台面之前 这个判决一出来 好像是6月20号还是6月20多号 就已经判决了 第三天之后他们就已经上诉了 也已经申请禁制令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交给他去判了 这个事情肯定很多人会抽水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联邦政府在这一个课题之上是屌屌的 两天了 你有看到联邦政府针对这一个判决讲话吗 行动党好像有一两位 也不是很高阶的政治人物出来 比浮动墙的level还低 浮动墙怎样都是一个州主席 当然他不是议员 有出来讲 但是政府完全对这个课题是不敢碰的 因为是敏感课题 所以现在就是马来西亚悲哀的情况 什么事情只要是敏感 我就不敢发生 我就不敢触碰 即便他是对的 怕得罪人 怕政府不稳定 怕丢失选票 所以这个是最废最废的 这些是利益 你的政治利益 选票资源是你的政治利益 但是利益不应该服因于输赢 你不应该服因于利益 你应该服因于对错 对的事情你就要发生 不是因为我有好处 不管事情对错 我发生 我没有好处 就算这个事情是错的 我也不发生 这是最悲哀的情况 而马来西亚现在已经进入这个悲哀的情况 我告诉你胡动强这样讲是做对的事情 但下面这条新闻下面你去Facebook看 我没有看啊 但是我敢斩钉铁铁的跟大家讲 下面一定很多人调侃民政党 骂民政党 然后笑民政党 你们小猫没有议员 又没有力量 有什么好去处情 根本没有用 可是问题是他现在帮你讲话 你骂他这么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像魏家祥 现在在帮这些全A生上不到Matrix去 行动党的支持者在骂他 所以你是要这些人 没有人帮是吗 就是因为没有人帮他们去找马华 像之前我们的铁粉遇到黑警 从新加坡回来遇到黑警 两个都是我们的铁粉 隔两天 他们去找火箭 火箭没有人理他 然后他跟我说 洪律师你有马华的联系吗 我讲马华应该也不会帮你了 而且马华现在很少议员 在新山是没有议员的 他们的议员有就是我的家乡 担用BI 他讲不用紧红律师 我试看 我很怕 我很怕 我怕我不能去新加坡做工 我怕这个警察逮捕我 关我一天我不能去做工 我就完蛋了 底下公司又炒掉我 等等等等 我有一个案底 我不能去新加坡申请payment 所以你看很可怜的 讲真的 我不说是谁 大哥有在 我感受到你的那种恐惧 所以他跟我拿马华的号码 结果马华有派人去帮他 行自立 我家乡的一个律师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市议员 他肯定不是州议员 陈国勇 担用BI的州议员 Pakarnas的州议员 他是在那边 好像是市议员还是什么 有去帮他 还召开了记者会 有看到这个新闻的独有发舞 所以不要去骂这些伸出援手的人 不要因为立场不同 就去向这些人扯后腿 这个是最卑劣最悲哀的 因为你自己不能帮助 你应该感到羞耻 你像我说 不要真没有刺到你 你就不当一回事 总有一天真会刺到你 现在有人伸出援手 你去骂 总有一天真刺到你的时候 谁还会来帮你 自己思考这一个问题 那这讲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再说去碰手 再说完之后 你会帮你把感触向这个问题 帮你打开 我照中的对方 最近没准备 在这边 是什么问题 我希望你遇到你 你还会了 你还会讓我